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可見光流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的東側 是有包裝雲隙 這個雲階的產生 這個是象徵的 北方有非常強的冷空氣下來 同時在台灣的西半部 還有北部地區 這個雲層幾乎都是 非常的晴朗的天氣 也就是說今天由於大氣非常的乾燥 所以幾乎各地都不會下什麼雨 只有在淫風面的東部東南部 恆春半島會有一些零零新鮮短暫雨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清晨的時候 在各地也有產生了一些低溫 尤其是在桃竹苗一帶 今天清晨因為輻射冷卻的關係 像苗栗的大河只有3.7度 苗栗農改場3.9度 其實像桃園以及新竹 溫度也都沒有到5度 台北市今天因為是清晨輻射冷卻的效應 也有9.8度的低溫 不過是因為輻射冷卻的效應 所以非常的短暫 曇花一線到了白天的時候 溫度就迅速的升溫 今天白天溫度會比昨天還會再上升一些 我們就看一下 明天的話在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之下 清晨的時候各地的溫度還是比較低 就是像北部地區大概是8度 中部是9度 南部11度 東部的話大概 東北部11度 東部14度 東南部大概是15度 鴻金馬外島其中又以馬祖金門 也有10度以下的低溫發生的機率 不過明天隨著白天太陽照射升溫 同樣的就是溫度可以 各地都可以達到20度以上 中南部地區更可以達到25度以上的這種溫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未來的定量降水趨勢 主要是顯示大概是在年初期之前 基本上水氣都是比較少一點 也就是說週六之前大概下雨只有在花東 還有恒春半島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天氣基本上都是比較偏乾的 外島則是澎湖金門馬祖 大致上都是屬於晴天的狀況 不過初期開始 北方的東北季風會稍微增強一些 所以北部東半部地區溫度稍微下降一點 不過下降幅度也不至於太多 不過雲風面的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不過這一波的東北季風很快的就會減弱掉 大概初八的時候東北季風就減弱了 這樣的話也是變成東半部地區為主 其他地區仍然是維持多雲道傾的天氣形態 至於溫度一個禮拜的顯示來看的話 從今天明天清晨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所以大致上來講的話 仍然是比較低溫 不過白天我們可以看到 白天北中南東的溫度都是呈現逐步回升的情況 一直會到16號之前 東北季風增強之前 溫度都是呈現逐步回暖的情形 因此在回暖的時候 大概14號15號 因為溫度回暖的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外島的金門以及馬祖 可能會有局部物影響能見度 交通往返稍微注意一下航班資訊 16號之後東北季風稍微增強一點點 所以溫度又會 尤其是北部東北部又會再度下降到20度以下的溫度 總而言之 未來一個禮拜 溫度就是呈現 基本上是呈現逐步回升的情況為主 就是要到初六之後 大致上才會有一些北部地區溫度稍微微降的情形